新兴路是目前花莲市居民所期待能够贯通美轮地区 以及中央路的重要路段 近期即将完工 不过通行该道路的民众就成勤 夜晚照明亮度不足以及车流量大 机慢车行驶未设置机车道 而新科议员胡仁盛8日上午特地前往了解 也呼吁相关单位应该要了解民众在行驶该条道路上的安全问题 新兴路日前正在进行博油路面的铺设 完成之后目前正在进行照明设施 以及标示灯号的装设 就有民众陈勤 晚间行驶在约一公里长的新兴路上 该条道路的夜间照明设施有待加强 非常多的民众来陈勤有关交通安全 包括标志标线还有照明不足的问题 那现在厂商采取半半施工的方式 那夜间的灯光非常的昏暗 那导致民众在行车的时候 有造成我们非常大的交通造势的疑虑 那我想过去也曾经发生过 非常多的交通安全的问题 那尤其新兴路目前这个阶段 那我想也需要有关的厂商 能够尽速的来解决目前灯光不足的问题 那因为这个车道上也没有机车道 那对于机车骑士来说也非常的危险 那所以在骑士在行车的部分 就非常的危险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也希望在新兴路上 能够来做加强 据了解目前新兴路已接近完工 也在进行后置灯以及照明设施的装设阶段 新科医院胡仁顺就指出 使用该条道路的车流量相当大 也呼吁相关管理单位能够尽快完成施工 并且注意民众的交通安全 照明设施以及车道的划设 还是必须了解民众在使用上的问题 记者凌桀 花林市 采访报道